在南宁大学本科毕业,基本工资是多少呢? 我今天发工资了,我们工资是由基本工资和绩效组成, 每个月10号左右发基本工资, 我的基本工资扣完无险一斤到手3000多一点, 你们的基本工资是多少呢? 我真的感觉上海211985毕业生比上海的垃圾桶还要多, 如果你想在上海找一个垃圾桶真的非常非常难, 但你想找211985毕业生,那真的容易多了, 你随便在歪摊露家嘴找个人问问, 是不是211985的毕业生? 相信我,绝对是,再多找几个人问, 大把的海归本科生,甚至是研究生, 所以现在国企也好,民企也好,要求真的是越来越高, 我前两天就在某软件上看到一个招聘信息, 说的是要招一个文员,工资才4000到5000, 然后他不仅要求你是本科,还必须是211以上的院校, 你要说到这,我勉强也能接受, 结果人家还要求英语口语熟练, 还要具备书写的能力,只能感叹, 要求是真多,给的是真少啊。 今天来到唐日山的万大广场, 给你看看倒闭了多少店啊, 这店全部倒闭了吗? 倒闭了好的店, 都是盐楼堂倒闭的, 这个烧腊上也倒闭了, 所以说, 2024年的生意更难做, 更不好做, 更内卷, 这个里生意倒闭了, 看到没有, 这店看几年了, 也倒闭了, 终究还是倒闭了吧, 这店倒闭了吧, 都倒闭了吧, 唐日山的万大广场, 建了两个年时间, 已经倒闭好多店倒闭了, 全部倒闭了, 因为需要交房租, 交水费费, 还发工资, 说白了嘛, 老板倒闭了, 老板是赚钱的, 完工怎么办呢? 完工要不就走, 重新找工作, 要失业了, 说白了, 几乎都倒闭了, 倒闭了七八条店, 倒闭了。 男人怎么一夜之间都在卖房子, 身边十个人呢, 有七八个人都在挂牌卖房子, 但是根本就卖不出去, 有的小区呢, 一天能新增几十套挂牌, 却没见一个人笑着能从楼市走出来, 那陈旧已久的业主群呢, 都是因为卖房子的问题, 能聊到凌晨, 聊从当初小区的价格到现在, 出谋划策, 怎么能把房子卖出去, 大家都在屏住夜谈, 谁也没想到啊, 沈阳这省会城市, 房子居然也卖不出去, 有的呢, 还是有商圈有地铁, 有学校的好房子, 那当初想从楼市快速套现的人呢, 如今也被楼市套住了, 大家都在问, 这样的情况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, 楼市还能回暖吗? 热闹的夜生活, 曾经是上海最显著的标志, 从繁华的酒吧街, 到深夜街边的小吃店, 都体现着这座城市, 多有的魅力, 但是这几年, 明显开始感受到, 上海夜生活开始变得冷清, 马路上十点之后, 大家都不出门了, 以前去夜店, 门口的保安看你一眼, 都像是在审视你的人生, 现在呢, 保安看你一眼, 那眼神仿佛在说, 哟, 今天怎么还有人来? 那么不仅是夜店, 晚上十点之后, 想要出门逛逛街, 吃吃饭的地方, 现在都很难找到了, 我想了一下, 可能有一下机店原因, 第一呢, 是很多夫妻店, 路边摊都消失了, 烟火器也跟着消失了, 以前上海街头不如现在这么整洁, 街上还有老爷爷卖两三块钱一份的爆米花, 十字路口呢, 有拿着蒲扇做羊肉串的, 那肉香味可以从街头闻到香尾, 深夜还有夫妻党开的麻辣糖店, 凌晨一点呢, 能遇到单身汉们, 讨论他们的深情往事, 而现在呢, 商业化越来越成熟, 电商的快速崛起, 各种预制的食品充斥在各家的餐饮店里, 导致大量的夫妻店难以为继, 陆续倒闭了, 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, 如今呢, 想要在十点以后, 一个人去马路上吃点夜宵, 搞点烧烤, 混沌, 麻辣烫, 这是找不到地方了, 连锁品牌的商家也统统都是九点钟就关门了, 现在呢, 只能吃吃肯德基, 麦当劳, 要么在家里点点外卖, 消费降级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, 在上海生活的年轻人, 不得不面临房租, 房贷和日常开销, 我身边许多来上海物工的中年人都快40岁了, 家里的房贷呢, 还没有还清, 许多的年轻人更是早早的缩减, 非必要的消费, 有了储蓄的观念, 去年呢, 全国住户的存款, 猛增了17.84万亿元, 大家都有了存粮过冬的概念, 消费降级, 首当其冲的就是夜生活娱乐, 以前花钱大手大脚, 贵的衣服啊, 洗液随便买, 现在50块钱的短袖啊, 照样穿, 以前呢, 理发店里的会员卡, 两三千两三千的冲, 现在呢, 剪一个头发, 15块钱搞定, 年过完了, 我却要失业了, 2021年, 当时还是疫情的时候, 我选择了创业, 当时没有和任何人商量, 就从银行贷款20万开了店, 想着当老板肯定要比打工证的多吧, 但是事实上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呢, 抛开房租和人工工资, 我每月几乎都是亏钱的, 第一年我觉得可能刚开始, 生意不好在所难免, 可能第二年就好了, 结果第二年还不如第一年, 后来不甘心, 又硬撑了半年, 却没想到今年还是不行, 算了一下这个店, 我都快投资50万了, 过年的时候, 亲戚朋友都说, 要不就把店关了吧, 做生意是一个长期投资的事情, 如果不及时止损, 后面亏损越来越大, 你拿什么支撑呢, 我和老公都是农村的, 很普通的农民家庭, 这两年创业, 公公婆婆把家里的收入都给了我们, 但是我们也没有挣到一分钱, 但是现在关门, 我又觉得不甘心, 如果硬撑下去不挣钱, 那亏损就会越来越大, 现在我到底要不要关门呢, 好纠结呀。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, 近期, 中国幼儿教育领域的关闭浪潮, 再度成为网民热议的焦点, 导致众多幼教从业者面临失业, 纷纷选择改行, 涉足直播, 美甲或成为社会工作者, 网络上充斥着关于90后幼教人员 纷纷改做美甲或尝试直播, 幼儿园接连关门将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的讨论, 今年早些时候, 中国教育部发布数据显示, 2023年全国幼儿园总数为274400所, 相比去年减少了14800所, 事实上, 2022年中国的幼儿园数量已经历史性的下滑, 较之前一年减少了5610所, 降幅接近2%, 到了2023年, 这一下降趋势加速明显, 降幅已超5%, 在此之前,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于1月17日发布的数据, 2023年中国的出生人口仅为902万人, 创下历史新低, 然而, 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往往避重就轻, 证实情况可能更为严峻, 随着出生率的持续下降, 幼儿园接连不断地关闭, 在这一波波关闭潮中, 幼儿园及其教职工开始寻求自救之道, 共力幼儿园尝试开展脱油一体化服务, 一名43岁的私立幼儿园园长, 在经历了从难以招生到彻底无人问津的过程后, 决定转型进入养老服务领域, 开设养老机构, 同时, 不少90后的幼师选择改行, 转而从事美甲, 直播或成为社会工作者等职业, 这一系列现象迅速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, 经济学者们纷纷指出, 我们正处于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中, 从幼儿园起步几年后进入小学, 再过几年升入中学, 随后影响波及到大学, 最终导致的是劳动力配偶数量下降, 以及更低的出生率, 简单的小学数学就能预测出, 未来50年的基本情况将会怎样, 网上有真实的声音指出, 去年全国的出生人数仅为902万, 与2016年的1786万相比, 不足16年的一半, 这些孩子还需要两年后才会进入幼儿园, 意味着在两年后, 现有的幼儿园将要关闭一半, 你明白这代表了什么吗? 七年后, 小学也将面临关闭一半的命运, 而更为严峻的是, 出生人口的急剧下降趋势只会加剧, 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。 另外, 有网友表示, 现在不愿意生育的人数太多, 国家对二胎三胎的政策也不够支持, 人口逐渐减少, 幼儿园必然会有更多的关闭, 市林未婚人数过多, 就算结婚了也不愿生育, 低生育率影响的不仅是幼儿园, 首先受影响的是产科, 紧随其后的是奶粉、玩具等产业, 蝴蝶效应直接波及到社会的大部分行业, 同时, 据路透社和澎湃新闻综合报道,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, 从2016年到2023年, 中国的新生儿数量从1786万降至902万, 这也导致对妇产科的需求减少, 中国妇产科面临关闭潮, 最近,江西省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在其官方微信公告, 从3月11日起停止提供妇产科服务, 赣医院是一家三级甲等医院, 属于中国医疗体系中的最高级别, 自去年起, 中国的浙江省和广州市已有多家医院 相继宣布停止或调整妇产科业务, 自2024年至今, 已经有三家大型医院宣布关闭妇产科, 或停止接生服务, 仅保留基础的产检服务。 一位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富有保健院工作的妇产科医生提到, 过去一天的分娩量可能达到7到10例, 现在能有一例就算不错了, 2023年, 该医院的分娩量已经减少了超过一半。 今天说到这里,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,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。